- 让我们一起努力为中国的科创明天共同奋斗 - 让我们一起努力为中国的科码 - 应该是一片空白吧 - 没想到能够第一次参赛就能拿到这样的一个大奖 - 最难忘的瞬间就是最刚开始进入这个会场的时候 - 那我是最难忘的 - 因为也从来没有感受过这么大的一个舞台 - 很震撼的 - 作为科学家的话去创业 - 其实面临会多多方面的问题 - 包括融资啊 - 包括建立团队 - 领导团队 - 然后以及项目的管理 - 其实要学的东西是非常多的 - 不是简单的书本上或者说科学的问题 - 也就是说科创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 -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没有对错 - 恰恰一个项目成功 - 需要你我他需要团队的所有人 - 那么我们除了在国内要产生竞争力 - 那么除此我们在国际的这个市场上 - 有更大的舞台去创造价值 - 去实现价值 - 除了不怕 - 不会忍 -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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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